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简短的新闻稿中说 访问期间布林肯将参加美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部长级会议 美方将同海河会国家商讨在中东地区安全 稳定 经济等方面的合作 有分析人士主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辞访的主要目的 还是希望能够在美沙分歧和不信任不断加深的敏感时期修复关系 从而加强美国对此地区国家的掌控 以谋求自身利益 但是近期一段时间一系列事件表明 美国在地区国家尤其是在沙特的影响力持续下滑 这恐怕将为布林肯的辞访蒙上一层阴影 美沙之间的巨大分歧在与俄乌冲突后 美国希望沙特增加石油产量 稳定油价 沙特不仅拒绝增产 反而决定减产 引发美方不快 今年5月 沙特开始执行自愿将原油日产量削减50万桶 本月4日 在OPEC加会议之后 沙特石油部宣布 从今年7月开始 沙特自愿减产石油量将每日再增加100万桶 为期一个月 并且还可以考虑延长 两次自愿减产后 到今年7月 沙特原油日产量将减至900万桶 分析人士指出 沙特辞举表明 无论在政治上 还是经济上 沙特越来越奉行自主的政策 也有分析人士指出 沙特减产原油 也是考虑到受美国滥发货币影响 一方面 国际经济形势和石油需求量并不乐观 另一方面 面对滥发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 石油出口国不得不采取措施 平衡油价 以求自保 总台记者张亚宁 沙特首都利亚德报道